詞曲 李宗盛 王國瓦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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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覺得直播 主持的中藝真人表演 就是我的平衡 但我發現最有興趣的 就是外出我舒服的東西 例如戲劇 我的終極目標是想製作一套港式的喜劇 有港產片味道的喜劇 所以最近很有興趣的就是拍攝一些關於演技的東西 但真的好像屎一樣 我要再努力一下 我人生裏做的所有決定都未試過 真的有一種很入骨的後悔 當然少的也會有 但我認為我果斷的原因是 我是一個很清楚自己不喜歡什麼 以及不想要什麼的人 反而我喜歡什麼又想要什麼 我也不太知道 但我可以根據我不喜歡什麼 不想接受什麼 來做決定 所以我很果斷 也不會做到後悔這件事 但更加發生在我身上的是錯過 原來我這麼喜歡這件事 但我已經錯過了 反而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果斷沒有為我帶來後悔 我最近陷入了王家衛陷阱 好像有這麼急躁的人 我竟然喜歡了王家衛電影 我也很此料不及 好像喜歡了一個自己不可能會喜歡的人 那種感覺 我最近比較推介是阿菲正傳 我最近在戲院看了修復版 然後我發現了裡面 張國維的角色是玉仔 他是一個很典型 我很害怕遇到的那種男生 好像很沒有心肝 而且他整個人都很不開心 他好像死了都沒有所謂 他形容自己是沒有腳的雀仔 但後來我發現了一件事 因為最近我在探討 為什麼人會不快樂 因為在我身邊有一個很重要的朋友 他的抑鬱症很嚴重 我後來想了為什麼他會不快樂 就是原來人的幸福感和快樂感 是來自於歸屬感 如果他對他的家沒有歸屬感 對他的公司沒有歸屬感 對他的朋友沒有歸屬感 對他的朋友沒有歸屬感 他會很不快樂 所以我為什麼會快樂 為什麼我願意為FH賣命 就是因為我對這個地方有歸屬感 然後我合作得久的團體 也會有歸屬感 我對家人也有歸屬感 所以我覺得雀仔很沒有歸屬感 所以他就不快樂 所以我真的很推介這套電影 而且很喜歡 而且我也想跟大家說 你們一定要找到你們的歸屬感 否則你的人生是不會幸福的 要嘗試去演出一件事 最近我參與了人生第一次的客串 學歲片和第一次拍劇 對我來說超級無敵大的挑戰 因為演技真的不是我的美 所以我自己做得很差 但算了 客串一下 那些輕輕的客串角色 不影響這套電影的動態 動向和成果 吸收一下經驗 因為我之前也推過幾個劇本 因為沒什麼信心 但這些反而小客串 我很想去試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然後之後會很想拍多些關於港產片的事情 但因為我很重視這件事 例如說裡面的配樂 我也很想拍好它 就會花多點心思 在這裡 還有想練好琴 我想拍多些cover給大家 真的可以彈琴給大家聽的一個娛樂者 台灣 台灣的男生 真是挺帥氣的 第一 第二 我很想念市林夜市的大腸包小腸 和寧夏夜市的冰螺米 還有台灣的Youtuber 我在疫情期間有跟他們DM 我說我要找你們拍片 他們說 好 我一定要去找他們合作 又是想做事 救命的人生 又說放假的 Sorry B 我很想拿去旅行 我們有一個系列 霍哥 你先聽我說 我不是說不想和你去旅行 但是男女受受不親 你知道 我們 你知道現在全門我開直播 或一些帖子下面 都有人聽霍哥 我和你的關係何時變成這樣 我怕你難認識女生 很多人都說我很適合做細小粒 但我會選B13妹 因為我性格是很不細小的 我不是很輕挑的妃女 就算是她也只有巴厚 但我絕對是一個很特色的女生 我覺得我會演活了13妹 而且我想做一些男人婆角色很久了 我是比身材擔悟的男人 Sorry 最新做運動徒是煮東西吃 糟了 煮東西吃 撥擊真的不行 我的體能 我是港女 你要我走三個小時 我立即死給你看 但是 新年過甚麼 出來 但是我煮東西吃 煮得不好味 但不好味也是一個效果 對吧 你們會不會吃 如果我煮 想想想好像有得想 不如就這樣吧 就煮東西吃吧 恭喜發財阿威 最新一期PCM已經出版了 今期是Coverface由我家營 還不快去買 唉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